婚礼时间 鲁浮宫达芬奇特展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这次特展的前面三个部分 第四部分则简单以生活为主题 不管是对美术技法的精通 还是对科学领域的研究 达芬奇一直在探索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平 1452年4月 他出生在意大利弗洛伦萨附近的小镇芬奇 在弗洛伦萨长大 1482年4月 他受聘并在米兰定居 创作了阎间圣母和最后的晚餐等家作 1500年 回到弗洛伦萨完成了 《诗席者圣约翰》等传世名作 之后又到了米兰和罗马 终于在1516年 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 来到法国 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 展览还通过红外线扫描技术 呈现出达芬奇思考的过程 借着本次大展的机会 卢夫公海与年轻的技术团队合作 让我们可以在VR技术下 实现与蒙娜丽莎 长达8分钟的会面 第189集 我们将介绍在这次特展中展出的 由达芬奇创作的《诗席者圣约翰》 汇令时间 法国巴黎 在这次特展中展出的 感谢观看